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本地市场的走势 那么澳洲股市在前两周连续9天的上涨之后 在本周二开始迎来了下跌 而且在昨天跌幅较大 由于银行和矿业股双双被严重砸盘 使得澳洲股市在昨天收盘时候下跌接近于1% 收盘是收在了5892点 中国方面也是同样有轻微的下跌 上海和深圳的跌幅都在0.3%至0.4%左右 那么在现在上证指数没有冲上3200点之前 一切都是废话 欧洲方面没有太大变化 涨跌也都在0.2%以内 要说一下的是美国也是差不多 这个幅度昨天几乎也是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除了股市方面 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由于美元今天早上的暴涨 而使得黄金价格目前是跌破了1250 目前是徘徊在1245附近 油价也是有轻微的上涨 油价反而没有因为美元上涨而下跌太多 反而是有轻微的上涨 目前是保值在了47块8毛钱左右 那么在其他方面 由于今天早上美联储决议 使得市场理解成 或者说市场觉得美联储加息的时间将会从9月提前到6月 这使得美元是出现临时性的大涨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非美货币纷纷出现明显的下跌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说的就是今天早上美联储的利率声明 以及由于他们所说的言论导致的目前的非美货币一片惨淡 我们都知道今天早上凌晨4点钟澳洲时间 中国时间凌晨2点钟 美国美联储是发表了最新一期的货币利率声明 跟大家预期的一样 美元虽然没有加息或者是降息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美元特别是他们之后的讲话 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依然是非常之大 目前全世界依然是一个美元经济 在短期之内相信 对于整个市场影响最大的依然会是美国的联储 所以说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美联储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首先他们对于近期 特别是美国在过去一两个月 GDP数字或者说是通胀率没有达到要求 也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已经关注到目前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 虽然有所放缓 但是美联储发表声明说 依然是对于未来充满着信心 也就换句话说 即便是现在经济相对于比较疲软 没有像以前预计的恢复的这么快 但是他们依然不会改变目前 或者说以前就已经制定好的加息计划 那么市场对于这样的话的解读 即便是在美国现在一二月份或者三月份的经济数据 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 美联储的加息也很有可能将会继续 虽然现在距离六月份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换句话说 还有两个月的数据还没出 五月初要出一个非农数据 之后在下个月六月初还要出一次非农数据 这两个数据也将决定于美联储是否要在六月份动手 但是从这个态度上 市场目前判断美联储加息的次数 很有可能从原本预期的三次再一次提高到现在的四次 也就是说第二次加息很有可能是六月而不是九月 那么也正是因为现在的加息预期得到了提前 使得非美货币在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是出现了暴跌 以澳元为例 澳元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下跌幅度超过了100个点 折合比例达到了1.5% 应该说澳元如果大家现在是春季田亲众朋友 是生活在澳洲的朋友们 现在的汇款从国内汇到澳洲 现在是不错的时机 如果大家不想全部汇掉的话 可以先汇30%至50% 现在的汇率的确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对于澳元的走势我们已经说过500遍了 相信大家已经深深的记在脑海中 影响澳元走势三大因素 铁矿石 中国经济和美国加息 所以每一次澳元有大的涨幅或者跌幅 我们闭着眼睛就应该知道 三者里面必定会有其中之一或者之二 像这一次的话我们一看 果然三个因素中有两个因素排在了上位 第一个呢就是铁矿石 铁矿石价格从昨天到现在一共是下跌达到了8% 有多少个8%可以跌 如果连跌这么12天 铁矿石可就几乎就为零了 所以说在铁矿石下跌8%的情况之下 即便是没有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声明 澳元也是死定了 再加上今天早上 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之后的所说的话 使得市场认为美国加息次数从3增加到了4 那美元自然而然再次上涨 所以澳元今天早上也是第二倍 不能怨社会 遇到了两个大水坑 一个是铁矿石 第二个是美元加息次数 这两个因素使得澳元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之内是疯狂的下跌 目前不论是一小时两小时四小时还是天图 澳元都处于一个下跌趋势 所以说总的来说 这个我们知道大的趋势 特别是像美元加息 导致美元最终要上涨 比如说英镑在去年过大跌幅 跌幅与经济的放缓幅度不成比例 势必会造成今年的修正 以及欧洲那边逐渐开始物价上涨了 他们的钱袋子会开始收紧 欧元不会那么的弱 这些大的趋势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那么在大的趋势把握好之后 小的方面即便是它有临时的改变 那么最终我们也是能够做到心里有数 那么说完了这些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个产品 还是跟昨天一样 咱们说的是英镑对美元 英镑对美元 我们知道英镑从4月19日开始以来到现在 一直是处于上涨 昨天是说到是临近于下跌 但是过了24小时 我们一看这个图 这是昨天 是碰到了这个点之后立刻反弹 支撑线 但是在今天的时候 已经打破了这个支撑线 而且是下来 曾经想上去上不去之后 第二次下来 这一次的下跌就非常的明显 换句话说 现在英镑呢 目前就是一个短期的下跌走势 第一目标我们预计呢 可能是靠近1.2760附近 距离现在价格呢 大约有60至80个点 那么收音机或者是这个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 可以对于英镑做一个短期的做空考虑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6点半 英国服务业PMI 再到10点30分 加拿大贸易数据和美国的首次失业金数据 再往晚一点看凌晨2点半的时候呢 欧洲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因此今天晚上对于英镑欧元和家元来说 变化呢 可能会比较大 那感谢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